徐凤年清晨十分醒来,闭着眼睛都能感受到紧断被褥带来的舒适感,这让他很知足,没有饿过肚子受过风寒,很难知道保暖的颇天幸福,饿至百病这个道理,父辈们的寻寻善用不管如何情真意切,都讲不出那个味。 在黄鹤楼上,跟李汉林严池及两个高粱子弟说起三年游历,俩发小只是好奇江湖去闻武林意识,对于挨饿受冻是没有任何感触的。 所以,双手双脚结满老茧,至今都没有退去的徐凤年很庆幸能活着回梁州,才刚坐起身,住在隔壁小榻上的暖房大丫头红薯就进来帮着穿衣带官,徐凤年没有拒绝,深安,市井艰辛是好事,脚网过正就不妥了。 红薯先手流转的时候,轻声提醒桌上多了蜂蜜信,徐凤年呃了一声。 豪族门阀内,逾越规矩是大忌,在得宠的丫鬟侍妾,都不敢掉以轻心,徐凤年下床束口洗脸后,轻轻拆信,这样的事情不常见,吴童院不是谁都可以进的,信奉外写了个小传,银。 对此,徐凤年不惊奇,老爹身边有的知识死事是路人皆知的公开秘密,个个如同见不得阳光的痴美精怪,扇其门遁甲,走旁门左道,杀人于无形。 徐凤年发现这封信是一个类似行程介绍的东西,文字直白,都是记载老黄的东海形,是无巨细,一一记录。 起先都是鸡毛琐碎,徐凤年看着好笑,想来当时自己的游行糗事,也都被老爹全部知晓,当徐凤年看到老黄进了东林节时可观沧海的五帝城辖区境内,因为那个银附加了一些老黄以外的密文, 例如几位天下间有数地见到明家都早早进入五帝城,除了岳王剑持的当家,更有极少入室的两名无家剑种都出山入东海,拭目以待那城头巅峰,一战,下一篇更提到了九富盛名的一品,高手曹关子都在五帝城内租下一整洞关海楼。 徐凤年虽为亲生经历目睹,却很明显感受到一股黑云压城风雨满楼的窒息感,倒数第二篇讲述老黄在主城楼不远处一座酒铺歇脚片刻,要了酒二两,肉半斤,花生一碟。 这老黄,还是不温不火的老好人啊。 银字号迭路只剩下最后一篇了。 徐凤年没有急着看下去,只是记起了三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最大不过碰上捡径毛贼拦路劫匪,小的就不计其数了,无非是逃难的流民一般解决温饱问题,坑蒙拐骗偷,能想到伎俩的都浑身解数耍了出去,可惜往往颗粒无收不说,还要讨一顿白眼追打。 从一开始,见到俏娘子就舔着脸搭讪到最后,见到姿色尚渴的姑娘,就绕道而行,从挑三拣四这肉不够精细,这酒不够醇香,到后来,有口热茶喝有点荤味,就谢天谢地,天壤知别。 借过两件破道袍,装过穷方式,给人胡周算命。 在巷弄里,摆过那还未在民间流传开十九道的围棋,结果没赚到啥钱,反而被几个鲸鱼木野狐的李相小人给弄亏了几个铜板。 卖过字画,也帮村夫村父代写过家书。 偷鸡摸狗,少有不被乡民追打的好运气。 大少爷,这是村边菜园子偷来的黄瓜,能生吃? 呸呸呸,这玩意能吃? 灰头土面的柿子殿下坐在小土包上,将啃了一口的黄瓜丢出去老远。 熬了一炷香时间,柿子殿下有气无力朝墩边上狂啃黄瓜的老黄招手。 哎,老黄,帮我把那根黄瓜捡回来,实在没力气,起身了。 大少爷,这是玉米棒子,烤熟了的,比生吃黄瓜总要好些。 甭废话,吃。 老黄,你这从地里刨出来的是啥东西? 地瓜? 能生吃? 能。 真他娘的脆甜。 大少爷,俺能说句话吗? 说。 其实烤熟了更香。 你娘脸,不早说。 虽说偷这只土鸡差点连小命都搭上了,直,一点不比嫩黄脊肉差。 是香。 老黄,刚进村子的时候,你咋老丑那艘婆娘的屁股,上次你还猛看给孩子喂奶的一个村姑,咋的,能被你看着看着就给你看出个娃来。 不敢摸,只敢瞧。 出戏。 老黄,我该不会是要死了吧? 早知道就不碰你这行囊里的匣子了。 不会。 大少爷可别瞎想,人都是被自己吓的,俺就喜欢往好的想。 少爷,你多想想好酒、好肉还有那俊俏娘子,想着想着就过了这坎了。 越想就越想死。 别别别,大少爷还欠我好几壶黄酒。 大丈夫一言计出,四条牛五头驴六匹马都拉不回,俺们老家那边叫一个响屁都能砸出个坑。 老黄,真是一点都不好笑。 那俺给大少爷换个笑话。 别,你那几个倒听途说来的老掉牙昏心故事,都翻来覆去讲了千八百遍了,我耳朵起茧。 不说了,睡会儿,放心,死不了。 中,老黄,没讨过媳妇。 没礼,年轻时候只懂做一件苦力活计,成天打铁,可存不下铜板。 后来年纪大了,哪有姑娘瞧得上眼咯? 那人生多无趣多缺憾。 还好还好,就像俺老黄这辈子没尝过燕窝熊掌,俺就不会念想他们的滋味,最多逮着机会看个几眼就过瘾。 大少爷,是不是这个礼? 瞧不出老黄,你还懂些道理啊? 嘿,瞎琢磨呗。 老黄,你说温华这小子成天就想着练剑,可看他那架势,咋看咋不像有耍剑的天赋啊? 大少爷,我觉得吧,光看可看不准,就跟俺小时候上山打柴一样,那些个气力大的砍两个时辰就不肯出力了。 我手脚笨,可把柴刀磨锋利些,再砍个六七个时辰,总会比他们多背些柴和下山。 而且上山打柴,山上待久了,指不定就能看到好木头,砍一截就能卖好些铜板。 这法子太笨了。 笨人可不就得用笨法子,要不就活不下去,好不容易投胎来这世上走一遭,俺觉着总不能啥都不做。 哎,最受不了你的道理。 对了,老黄,我要是学剑,有没有前途? 那前途可不是要顶天了。 老黄,这夸奖从你嘴里说出来,当真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啊。 喂喂喂,说了多少遍,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大丫鬟红鼠看着柿子殿下的神色,他的嘴角也跟着微微翘起。 徐凤年收敛思绪,终于翻开末篇。 剑九皇被侠掠上墙头,举王先知二十杖立定,侠中五剑进出,八剑时进出。 王先知单手应对,共计六十八招。 莫,剑九出。 王先知又手动。 剑九,如一挂银河倾泻千里,毁尽王先知又必绣袍。 王先知轻力而战,剑九皇单手单剑破去四十九招,直至身亡。 剑一,剑九皇经脉剧断,盘坐于城头,投望北,死而不道。 剑二,经此一役,天下无人敢说剑九皇远训剑神,邓太啊。 关海楼内曹官子赞誉剑九一事出,剑意浩然,天下再无高明剑招。 剑三,剑九明六千里,为剑九皇亲口所述。 剑四,剑九皇死前似曾有遗言,唯有王先知听闻。 徐凤年一直低头望着那封信,光看侧脸,并无异样,沉默半想,终于轻声道,红薯,煮些黄酒来。 这可不是煮黄酒的时节,湖中泄炉都还小着呢,于是大丫鬟柔声道,殿下,这会儿就喝。 徐凤年点头道,想喝了。 红薯心肝玲珑,也不问话,去梧桐院,无奇不有无真不藏的地窖拎了湖灰基山老黄酒,给世子殿下煮了一壶,端到坐梧桐院二楼临窗竹踏小檀基上。 徐凤年要了两支酒杯,挥挥手,将红薯绿意在内的丫鬟都请走,整个摆满价值连城古玩书画的二楼便愈发清静。 徐凤年倒了两杯黄酒,静坐了一天,始终没在脸上挂出欢喜悲痛,临近黄昏,瞥见了那柄冷落多时被挂在墙上做漂亮装饰的绣冬刀。 徐凤年下了竹榻,摘下名字文气刀更漂亮的绣冬,抽出刀鞘,寒气浸入肌肤。 那次不知死活偷摸了老黄的剑匣,当天就半死不活,足剑匣内剑气凝重,绣冬与那几把剑,都是断人头颅的好东西。 与梁州顽裤腰间佩戴装金相遇的玩物不可同于可能入府稍晚的管家仆役,都无法想象这位整约只知寻欢作乐的世子殿下,第一次摸刀及早,才六岁。 徐凤年拎刀下楼,看到一群丫鬟聚在院中,面容忧愁,徐凤年笑道,都忙自己的去,做做样子也好。 否则被沈大总管瞧见了,又要嘀咕咱们梧桐院没规矩的碎话。 徐凤年快步走入卧室,从床底搬出书机盒,找出那叠以木炭作画会见识的卷博,与书机盒一致无二,都成了遗物。 不让人打扰,徐凤年凝神看了一宿,将简陋剑谱放回河内,徐凤年抬头看到老爹徐霄不知何时就坐在一旁。 徐霄问道,看得懂。 徐凤年摇头道,不懂,老黄化工太差,我悟性更差。 徐霄笑了,你要学剑。 徐凤年点头道,学。 只子莫若妇,徐霄问道,学了剑,去武帝城拿回剑侠六剑。 徐凤年平静道,没理由放在那里,让人笑话老黄。 徐霄淡然道,那你五十岁钱拿得回吗? 徐凤年叹气道,天晓得。 徐霄没有任何安慰,只是神情随意地起身离开,留下一句不嫌不淡的话,想清楚,再跟爹说。 徐凤年望着父亲背影,问道,老黄最后说了什么? 徐霄停下脚步,没有转身,说道,等你学成了再说。 其实,老黄说了什么,不重要,人都没了。 六千里风云,城头树剑侠,可十几坛子的黄酒,都还留着呀。 我改参了,小心 tenían这种离开了吧。 一斗人��面对我的爹是这里面,吗? 我改参了。